在路面掉下了70米深的路坎下 路的下方又是河道 情况紧急 凌晨 风浪交警中队民警接警后 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龙马车冲出路面 翻下70米的深宫路坎下 路下方正是双汽车 一个市民一字形爬出 据说车里还有一个人 情况紧急 民警听后马上磨黑 拽着杂草 沿着陡峭的车壁 驾到出事的货车旁 只见另外一个车内人云 被甩在车轮内置 人已经昏迷 惯性的是 货车在离河滩不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到现场之后 发现了一种车 反而六七米 不会被抵抗 当时我们路后 然后时间就跑下去 有明天的修了 在那边 按着关头 发现一家家事员 在车里 因为这些路是 某路后 有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没办法 发运了 没上来 然后我们就 向消防官兵 他有支援 赶到现场的 县消防中队官兵 使用安全绳 下滑进行救援 并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交给现场 120的医护人员 运送到医院救治 当天下午 记者到现场看到 道路旁边 起防护作用的护栏被撞毁 杂草丛生的路边坡 被滚出一条明显的痕迹 火车车头破损严重 多名工人正在做 起调的准备工作 下午五点左右 续过